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我们念的第十四句 七个大小有四百四 欲求长生者先许必知 过时大小有几百种 四十种类 每一种里面 实在讲的都是无量无比 古德属 非意而动 那就是过 意是应当的 你的思想行为 都是不应当的 那就是过时 过时有大小 大的就是罪孽了 小的叫过时 罪孤 天地归神都见到 祝佛菩萨看得更清楚 说实在的话 天地归神所见的 我们常讲 当然至此 祝佛菩萨还能够看到 所以然之理 所以然之理 你为什么迷惑 你为什么造业 你为什么受报 所以说 所以说 祝佛菩萨能见到 所以然之理 所以然之理 大家在 过去生中 生生生世世 那些情况 他都了解 所以他知道 所以然的道理 累积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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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隐积佛菩萨 业隐积佛菩萨 过去生中 从悟道中来 还带着悟道残余的习菩萨 那么像这些道理 天地归神 就未必能看得清楚 阿罗汉 他的能力 能看一个人无本事 过去无本事 他能看到 无本事以前 再往上去 他就看不到了 所以必须 彻底明了 说法才能够去机 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 这些苦难的众生 感应篇在此地讲的 也是个原则 原则是一般性的 只要人能够遵守 决定的利益 在过去 在中国 在中国 如是道 这个三教 这个三教 都是从事于 社会教育工作 也都是 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 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社会 有很大的贡献 三教 三教虽然有别 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 那就是 无论修学 无论修学 哪一个道门 决定的 决定是以极德为本 这是三教公认的 这个是三教公认的 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凡是什么 凡是凡情 我们今天讲情绪 这个情绪是凡情的 也就是说 情绪在用私 情绪用私 只有过失 我们常讲感情用私 我们常讲感情用私 能够把情职放下了 学习了 这个人就是圣 圣就是个明白人 觉悟的人 圣的定义 就如此 做圣 做个明白人 做个觉悟的人 如果不把情职 转变成智慧 你就做不了圣 换一句话说 你永远不会明白 永远不会救命 情职从哪里发生的 佛法从礼上讲 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 四相就是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你分别这个四相 执着这个四相 这个是情职的来源 因为你分别执着 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 你才会有是非人偶 你才会有贪嗔痴慢 不单 你的言行造一 其心动念 都造一 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个 大概 其心动念是 义我 你心我 你心不好啊 佛菩萨 觉悟 明白了 觉悟的人 没有我 没有自己 所以才能够真正的 尊敬别人 明白人才能做到啊 儒家也是如此啊 明白之后啊 才懂得自卑而尊忍 自己轻虚卑下尊重别人啊 只有迷惑的人啊 才自高自大了 自己抬得很高啊 没有瞧起别人啊 受不得委屈 受一点点委屈 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感召不如意的果报 大家都想得 诚恨 多地狱 所以佛菩萨 为什么不住六道 为什么不住十法界 视线在六道里面 人家还是住一阵法界 道理在哪里 没有我嘛 没有我才能够奔下 觉悟的人处奔下 他快乐 他自在啊 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 这个道理啊 诸位细心去思维 细心的去体会 受用不穷啊 受用不穷啊 真正了解三世因果 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 人与人之间 绝点没有占便宜的 也绝点没有吃亏 你占人家的便宜 将来要还债啊 欠命的要还命啊 欠钱的要还钱啊 红楼梦里都说 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啊 这个速度是真的不是假的 唯有真正觉悟 真正明白的人 真正明白的人 他不早也了 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 在随缘里面 成就自己的功德 是大愿王将的随习功德嘛 功德是什么 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没有办法建立 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 出撒道就不适合他死去 积功雷德了 那是轻而易举之死 什么个观念 虚空发界 一切众生是自己 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 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 佛真的清净发身了 发身是什么 发身就是虚空发界一切众生 是自己 肯定是自己 决定没有丝毫疑惑 就是自己 真是自己 这个人就成佛了 他真的清净发身 所以 他为一切众生服务 是为自己服务 还有什么话说的 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不是为别人 为自己嘛 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 宇宙是怎么复杂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怎么复杂 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 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 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 不增不减的 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 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 华言经常讲的 小大宝 大能包容小 小也包容大 戒指那虚明 虚明那戒指 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 诸佛菩萨 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 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 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 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 所以发不思议法 人也是不思议人的 我们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 《青年法师的论观》 他在《五重悬议》里面 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 很有道理啊 如果他自己没有歧入这个境界 这个话他说不出来 他对于四十真相 体会到了 认知了 奇如这个境界 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 我们多了 有几成的体会 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 这里面有障碍 障碍就是 过外活 烦恼障与所知障 烦恼障就是是非人物 所知障碍 所知障 用今天的话来说 对于 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 如果是阴谷上面的成见 那还是属于烦恼障 那还是属于烦恼障 这个叫所知障 这个叫所知障 自以为是 所以四十真相 你就见不到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用功夫 去一分障碍 你的智慧 就往外透一分 这个障碍怎么去法 我们要明了 障碍的除去 对于这些情之分别 逐渐逐渐大 不像过去 那么严重 一年 比一年大 一月比一月轻 分别执着就轻了 淡了 这个就是 愤愤地离开了 屠杀 五十一个阶级 净土 四土三倍九品 都是这个样子 烦恼吸气少一分 你的品位就正高一层 到烦恼吸气统统断静了 你就圆满成佛 所以 等于这菩萨 还有一瓶 身相无名媚婆 那就是他的烦恼 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 他的功德还没有 成就 没有究竟成就 必须学得干干净净 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所以我们要放下 如果不肯放下 如果不肯放下 那就是内极最硬 放下 你就是急功内德 为什么放下 为什么放下 四十真相没搞清楚 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 这是你看错了 想错了 所以你才会做错 你才会招致恶报 可是 放下跟看破 是相辅相成的 你能够放下一些 你就 多看清楚一分 能多看清楚一分呢 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 换一句话说 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 就是看破放下 相辅相成 六波罗蜜里面 薄热波罗蜜是看破 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 你们想想对不对 五十放下贪心 持戒放下悟孽 人如放下 人如放下诚慰 放下忌妒 精进放下懈怠懒 禅定放下散乱 通通通通通立 中道儿童是放下的 但 india 很明显 ⅟ 是 эпidsividad 并 servers sz極分 イール weder 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 我们要真干 这些经论明相 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 念念就过去了 那怎么行呢 你真看破了 搞清楚搞明白了 真放下了 你的罪过就没有了 那能不长生 长生是无量寿 所以要求长生 要求佛报 一定从心地上求 心生万物 佛经上说 心生这种种法生 前面我们要读过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佛法叫内学 内里面圆满了 外面境界就顺心了 所以说 心想四尘 在佛法里面讲 决定这句 你想我 我的四清尘 你想善 善的四清尘 你想佛 佛成了 你想 贪嗔痴慢 三窝道成了 心想四尘 你想贪 莫鬼成了 想成会嫉妒 地狱成了 设法界一阵状言 从哪里来的 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 就变现出这个境界 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 为什么不想佛呢 为什么想别人呢 想佛就做佛 心想佛 口无称佛 身做佛做的事情 口说佛的言语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要想 做佛 经不能不读啊 经要不读 就胡说乱想了吧 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 与佛的经教 完全相应 齐心动念想的时候 佛在经典上 所讲的道理 所说的教训 所说的境界 想这个 这是我劝大家了 把无量寿经 念三千遍 道理就在此 已经不熟 你想什么 你没有法子想啊 首先要把经念熟 念得会背 背得很熟 齐心动念 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 完全可以现前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我教大家的 信不信有你啊 有人相信 他这么做 他得好处了 他很欢喜 来告诉我 告诉我 我也欢喜 我为他换喜 不肯接受的 不肯干的 我看到也换喜 为什么呢 他信强四尘 虚空法界 就是这么回事情 这一生不能得度 总算是中了善根 阿赖耶诗里头 有一个得度的音乐 有个得度的种子 哎呀 只是得度 不在这一生 罢了 李老师以前讲的 还要长期轮回 还要受很多苦难 所以我们真正相信 真正一教奉行 这一生呢 就把这个事情 办了了 这是善根福的音乐 陈述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所有的一个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